参考消息报道 据法新社华盛顿22日报道 在乌克兰继续在该国东部和南部与合军作战之际 五角大楼向40个盟友发出邀请 将与下周在德国举行会议 讨论乌克兰的长期安全需求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说 目前已有20个北约和非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 接受美国防长劳艾德·奥斯汀的邀请 将出席下周二在德国西部的 驻德美军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会议 他说此次会议将讨论乌克兰的伙伴 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帮助该国加强军事力量 科比对记者说 奥斯汀部长希望下周二拉姆斯泰因会议的成果之一是 开始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讨论与乌克兰的长期防务关系 他说这主要是实现现代化 并确保他们的军队今后依然有强大的战斗力 且能向前发展 这并非关乎安全保证 而是他们的实际军事态势 报道称以美国为首的约30个国家 正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装备 弹药和其他物资帮助他们维持战斗 科比说奥斯汀和与会者将讨论 如何继续帮助乌克兰满足当前的需求 以及随着战争的发展 各个伙伴可以提供哪些武器 科比说 但我认为他还希望以更长远更宏观的眼光 来看待战争结束后 乌克兰所需要推进的防务关系 他说 这包括总结伙伴们的工业潜力 看看他们的武器制造商 能如何继续帮助乌克兰 科比强调 这次会议不在北约的主持下进行 也不一定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具体结果 这次会议不在里面 请不在的 后车